好 新闻追追追来看看这个真相到底是什么 这是呢 日前问您报道过 佛罗里达沙洲上有这么一架呢 神秘的钢琴到底是谁放的 一度还传出说该不会是铁达尼号所留下来的吧 不过呢 后来才发现原来是一名16岁少年他的杰作 他说是为了申请艺术学校才会故意搞神秘 但是呢 这一座钢琴现在已经是被看不下的民众给移走了 佛罗里达沙洲上的神秘钢琴到底是谁放的 谜底终于揭晓 这名16岁少年提供完整的班钢琴影片 证明他就是幕后的主使者 他甚至有他烧钢琴的画面 不过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原来少年把这一连串烧钢琴和班钢琴到沙洲上的过程记录下来 是为了想申请一间纽约的艺术学校 目前还不知他是否会被录取 但他先学到了一课 至于先前自称是幕后主谋的独立制片导演伊格 则被踢爆他经常做这类假声明 他先前为了宣称自己是美国著名歌手 吉米和翠克斯的儿子 竟还把自己全身涂黑 总之引起诸多揣测和怀疑的沙洲钢琴之谜终于揭晓了 钢琴既不是小美人鱼的 也不是铁达尼号上掉下来的 不过有位音乐家因为拗不过儿子的要求 已经先顾工人把钢琴移走了 看来16岁少年的艺术可能在10岁小孩眼中是在制造垃圾 中天新闻 好人猪八道